全红禅16岁了 记忆里她还是那个14岁小妹妹 可转眼间已是大姑娘了 相比14岁时的一战成名天下之 15岁的她历经了更多的挫折 这期间有欢笑 也有泪水 而更多的或许是失利带来的苦涩 过去这一年 由于多次在比赛中输给陈玉希 全红禅受到了更多质疑声 有人说她不再神奇 更有人说她跌落神坛 我们无需去和他们辩论 因为你不需要与某些人论短长 全红禅的实力我们都看得见 而且我也一直认为 输对于全红禅并不是坏事 反倒是一直赢 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停留在巅峰 因为经济体育就没有绝对的王者 适当的失利会让你看到自身的问题 也只有经历了失败 你才能懂得人生的真正意义 低谷和坎坷 才会造就更久的巅峰 对于全妹来说 她的起点实在太高了 一个没有参加过国际比赛新人 在奥运决赛上 能跳出466.2的超高分 这真是一个前无古人 后男友来者能打破纪录 所以她的起点实在太高了 从奥运到现在 她太顺了 可是她毕竟只是一个 高满16岁小女孩 她需要更多的挫折 来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 来清楚的知道 成功不是触手可及 而是在经历了许许多多磨难之后 才能收获到的 都说衡量一个人成功的标志 不是看她登到顶峰的高度 而是看她跌到底谷的反弹力 因为见过全红蝉的真正实力 所以我相信她会回来的 所以在这儿 我们要祝福全红蝉 16岁生日快乐 希望你能一直开心 健康成长 再攀高峰 也希望所有喜欢全妹的朋友 能做到 不在巅峰时 慕名而来 也不会在低谷时 转身离开